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学习第160课 圣经中永恒预定的第五讲 然后今天我们讲 博不当攻击预定教理的那些常见的诋毁的观点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23章 一共有14节 前面22章结束的时候 就谈到了被遗弃的这样的教理 谈到这样遗弃的教理之后 在23章开始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就说到 当人听到这个教义的时候 这个教理的时候 这个教理就是前面所谈的预定的 特别是后面结尾的时候 是谈的这个遗弃的教理 所以他们就无法约束他们的放纵 而是好像被古号之声激动 有很多的这样争辩和质疑 因此呢我们看到 很多人为了护卫神 不受令人厌恶的这个指责 就是很多人为了维护这个仪器的教理 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质疑和攻击 所以有的人起来捍卫 初衷是好的 但是他们虽然承认预定的教理 但是他们却否定 也就是说他们承认预定的中的拣选 但是他们却不承认仪器的这个教理 这实在是既无知又幼知 为什么 无知是因为他不明白 幼知什么呢 实际上预定当中的拣选和仪器 是没有办法分家的 因为若无相对之仪器 就不会有拣选 你谈到拣选的时候 你就已经内涵着仪器 你谈到仪器的时候 当然有拣选了 你说我上市场去挑一个蛋 那我就挑了一个蛋的时候 我同时就把这一盘 假如30个 我就把29个排斥在我选择之外了 所以我拣选和排斥 选择这个和放弃其他29个 是同时并行的概念 当我说我是男人的时候 就排斥女人的概念 假如说我们还在上帝的创造的 两性的这个次序当中 这个意识当中 当我是男的时候 我已经不是女人 这个排斥 当我是女人的时候 已经否定了我是男人 这个概念 当我说到我拣选的时候 其实就包含了 他拣选A就遗弃了B 在诸多的人当中 拣选A 然后放弃 遗弃了其他人 那么遗弃其他人 就代表着这个人是蒙拣选的 所以他俩是同时并存的 无论是在逻辑上 还是在圣经的教导里面 都是并存的概念 所以有人说我承认拣选 但是不相信遗弃 这个是非常幼稚又无知的做法 无知是因为他们不懂这个道理 这个叫理逻辑 幼稚就是这种不成熟 这种只接受一部分是非常不成熟的 小孩子不能吃干粮的那样的水平 所以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就说 圣经说上帝把那些蒙他收养 要承受救恩的人分别出来 圣经是这样描述的 以色列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是外在的民族性的拣选的时候 他从万民当中拣选亚伯拉和他的后裔 与他和他的后裔立约的时候 已经先把其他的人 当然这是战略性的 我们知道先给犹太人 后给外办人 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 先将启示托付给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已经讲 其他的民族排斥在外了 当然是拣选他们 透过他们福音领导万族之神传播的计划 但就拣选这个概念的时候 拣选以色列就把其他的民族排斥在外了 所以上帝说他在列邦万民当中 我拣选了你 因此神未拣选的人 就是他所遗弃的人 除了因为他所喜悦 把他们从预定给他儿女的产业当中排除在外 这是指遗弃 再没有其他原因 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 有拣选有遗弃 遗弃的原因是上帝喜悦 上帝的旨意 上帝乐意这么做 上帝决定这么做 而这么做的结果 就将他们与神儿女承受的产业 这个分当中排除在外 他们无分于神儿女的产业 根本原因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当读要义的时候 要留意加尔文牧师 重复的出现了一些词 圣经已经教导我们 圣经明明地告诉我 告诉他们 圣经说 圣经说 当然除了圣经以外 他还引用那些正统的教父 什么奥古斯丁的观点 所以第一权威是圣经 所以谈论教理 谈论预定的教理的时候 特别关于神的知识的时候 神奥秘的知识当中的 奥秘性的知识 预定的这个教理的时候 追随的不是人的逻辑 人的头脑 人的理解力 人的知识 人的主张 人的传统 人的偏见 而是圣经 所以加尔文牧师 在处理他们的质疑的时候 第一拿出来的就是圣经 除了圣经以外 我们无从知道 关于神的真知识 确凿的把握的知识 所以当我们试图 要谈论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圣经的学生 我们必须谦卑的 去阅读圣经 倾听圣经怎么说的 然后我们做圣经的学生 听从圣经的话 这就是侍奉上帝 这就是基督徒 这就是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和世人的 本质性的区别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 去描述 去界定 但是根本的是 主的阳听主的声音 神的百姓 听从神的话 这个话不是从空中飘来的 这个话是 已经漠视在圣经里面 借着圣灵 在圣经当中 向我们说话的 圣灵的声音 我们要倾听 所以谈到预定和拣选 当然要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 前面谈到了 不服约束的这样的指责 不能约束他们的放纵 这个放纵后面也会出来 他们的好奇心 他们的骄傲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理性不受约束 不受什么约束 不受真理约束 不受圣经的教导的约束 好像他们在读经 好像他们也在讲圣经 你看圣经里没有讲什么 实际上他们说圣经里没有讲 不是 他们没有看到圣经在讲 所以他们说圣经没有教导 一气的教理 这是纯属幻想 他们没有读到 没有注意到忽视到他们自己拒绝 这个教理 所以他们读经的时候 自动就屏蔽了这方面的真理 所以他看不见 不是圣经没有教导 所以谈论这样的教理的时候 关键的是要谦卑的去接受圣经的教训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跟加尔文牧师 学习这种追求信仰的态度 一个基督徒不在乎神的话 其实严格上算不得了什么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一个神学家他讲论的再丰富 再漂亮再吸引人 如果讲的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的教理的话 他就不是神学家 他可能是某个宗教的教主打着基督教 实际上他讲的根本不是上帝的话 所以基督徒神学家所有的关于神 关于人的知识必须服在圣经上帝赐给我们的话 圣经的教导之下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谈论预定 谈论仪器 如果离开圣经 我们对预定无从知晓 我们谈论预定也不是谈论预定论 你对预定的看法 你对预定的理解 我们是谈预定的教理 圣经到底如何教导预定 所以我们虚心的查考圣经 从圣经当中吸取听取上帝的教导 这叫做神学 这叫信仰 以信心去接受神的话 这是信仰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反复强谈到圣经 圣经圣经 这是神学的第一个外在的原理 就是圣经 离开圣经 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关于神 关于人的知识 关于救恩 关于敬钱的知识 所以在这里面 既然加尔文提醒我们 要想获得敬钱的知识和这个真理 必须听从圣经 但是这些世人狂妄 世人是这些不敬钱的人 他们不信的人 然后狂妄是他们的态度 骄傲 放纵是他们的理性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心思是不受真理的道 预速的 随意的 然后拒绝接受神的道 圣经教导的预定的教理 他们抗拒 他们不接受 不相信 这个神的道 就是关于他那测不透的计划 就是上帝那测不透的计划 就是关乎他的预定 预制 特别是这里面讲的预定 一气 拣选的教理 连那些天使都敬拜 敬拜神的道 敬拜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 服侍神的旨意 然而这些狂妄的人 却不接受神的道的约束 所有不信的人 含论基督教 基督教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所有所谓的神学家 所谓的基督徒 如果他们的心思不谦卑的 将自己的思维 思考 神学活动 降服在 不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的话 这里就是他们的狂妄 放纵 骄傲 为什么 以自己的想法为 危险 为首 放纵 他们的想法和心思 不服真理的约束 拒绝抗拒 所以加尔文说到 引用保罗 这个引用保罗的话 然后说到 受造物与他们的造物主 争吵是不合法的 你是谁 尽敢跟神降嘴 被造物 作为被造物 他是没有资格 没有权利 也不具备那样的实力 和造物主 陶醉 这是不合法的 违背创造的秩序 违背存在的秩序 上帝是上帝 永远是上帝 人是人 人是被造 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 有着永远无法逾越的 这个鸿沟 这个绝对性的差异 但是现在这些狂妄的人 竟然想上帝降嘴 去质疑上帝 不服上帝 然后去批判上帝 论断上帝 然后紧接着基督说 引用基督的全文 也是圣经的话 凡神所栽种的物 凡所栽种的 若不是我父栽种的 都要拔出来 这就提到了 拣选和仪器的问题 不所栽种的 当然是讲话的过程当中 法利塞人也来听等等 耶稣就讲了这个话 不是出于神的 不是神所拣选的 必要被遗弃 凡被神拣选的 凡我父所信的 出于我父的 父所交付我的人 都必到我这里来 因着严肃的信心 满足于保罗的劝见 所以加尔文劝我们 既然圣经这样教导 既然保罗这样教导 我们就应该严肃的 以信心 信心是接受神的话 信心不是离开神的话的 那个自信 我们虽然很多基督徒 往往把信心误解成 我主观的信念 我的态度 我的 我信 我信 其实信心是 从属于神的话 基于神的话 出于神的话 若不借着神的话 没有信心存在 所以这里面的信心 就是我们应该 满怀着这样的信心 去接受满足于 停留在保罗的话里面 你这个人是谁 竟然像神这样子 保罗关于预定和拣选 仪器的这个教理 讲了很多 上帝透过他的使徒 借着圣灵 漠视他们的话 启示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满足于 圣经的教导 不要愉悦 理解不了是一回事 但是我愿意相信神的话 信靠神的话 接受神的话 服在神的话语之下 这是神儿女的姿态 态度 所以前面那些狂妄的人 放纵的人 他们就挑战神的话 怀疑神的话 无形当中 就把自己抬到上帝之上 然后审判上帝 无形当中 把自己的理性 自己的胡思乱想 他们的妄想 然后抬举到神的道之上 好像他们比上帝更高明 好像当时创造和拣选的时候 应该经过他们的参谋之后 经过他们的批准 认可了之后 上帝才决定才是 人没有理由控诉上帝 人不具有那种实力 存在上也没有那种资格 也不具有那种实力 也不合法 作为仆人 作为受造物 他有什么资格去质疑造物主呢 然而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提醒我们 应该注意 就是保罗为了消除 这种叫嚣和污蔑的把柄 将最高的统治权 归于神的愤怒和权能 上帝为什么一气那些人 因为上帝愤怒 要清道愤怒在他们的身上 在他们身上彰显他的愤怒和圈能 因为那些超越我们便便能力的奥秘 审判 若交给我们来衡量 那才是不公平 这就暗示了后面有人控告上帝不公平 其实最不公平的是 一个卑微渺小的被造物 竟然质疑上帝 一个卑微渺小的上帝 竟然控告上帝 一个卑微渺小的上帝 没有这种实力去判明 参透上帝奥秘的判断的 这样的一个如屈如虫的存在 竟然跳出来去质疑上帝 这是最令人费解 是最恐怖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的辨别力和神奥秘的判断 这里面审判 严格来说应该是判断 上帝的判断 我们是没有办法参透 没有办法衡量 如果我们拥有了这种衡量 上帝判断或者上帝旨意 上帝的决定的这样的权柄的话 这个才是不正常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不具有那种资格 那种实力 所以奥古斯丁讲到 正确解释此段 将神的全能和忍耐 联系在一起的经文说 神不是允许 而是积极的决定 为什么 有的人他们不相信 这个神的仪器吗 上帝没有仪器他们 只不过是上帝允许他们 允许他们堕落 没干预放 所以上帝拣选了这些 却允许那些放任那些人 堕落 而不是上帝一弃他们 丢他们 丢弃一弃是更积极主动的 所以 允许只不过是消极被动的 默许而已 所以 奥古斯丁说 不只是允许而已 而是积极的决定 上帝决定 一弃他们 他们又说 圣经说 愤怒的欺民 遭遇毁灭 以及神预备了怜悯的欺民 并非没有理由 因为这样说 就将救恩 送赞归于神 而把灭亡的罪究 归给那些 刺激走上 灭亡之路的人 注意 这就精准的 总结出来了 预定和一弃的 其中的意义 上帝预备一些蒙怜悯 彰显他的怜悯 彰显他慈爱的器皿 好让他们成为 承受神 恩典 施恩的对象 在他们身上 彰显神的慈爱 宽容和忍耐 而另一些人 上帝却在他们身上 预备他们去遭愤怒 在他们身上 彰显神的愤怒和权能 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说的 对不对 任凭他们 然后而且 借着拣选 让颂赞归给神 然后借着遗弃 这个遗弃里面 很重要的原因 因其实就是灭亡的罪咎 或者是纠责 责任 扔给那些 自己走上灭亡的人 所以说 后面我们会解上 人被遗弃 固然是神的预定 但是归根究底 是因为人的罪 他们咎由自取 他们配受神的审判 上帝不定义施恩给他们 定义遗弃他们 反而拣选那些 成为施恩对象 赐给他们不配 承受的恩典 而那些遗弃的人 是照着他们 应受的刑罚 公义的 倾到愤怒审判的 保罗在前为断然说 神兴起法老 并且要叫谁刚应 就叫谁刚应 因此神隐藏的计划 是人内心刚应的原因 所以他就解释了 我要谁刚应就刚应 这就说到了 法老内心刚应 最深层的 隐藏的原因 是神隐秘的计划 上帝定义 让他刚应 听到这里肯定有人 不断地唤问号 不断唤问号 放心 后面有人替你 讲疑问的话 你的心中的疑问 后面的人都会问 然后一一会做解答的 对于那些敬前人 节制 牢记自己 不过是人 的人 加尔文牧师骂人 说这些挑战上帝权威 亵渡上帝 攻击上帝 反驳上帝的教理的人 是恶狗 就是有害的这样的狗 邪恶的狗 所以我们根据 这个我是做了重新翻译 所以我们根据需要 根据需要 卖种的那个翻译是 在需要的时候 这个完全就搞错了 我读了在需要的时候 我就心里 以后会讨论 结果后面就开始讨论了 所以这个不是在需要的时候 是根据需要 跟拉丁文直译的来对比 就发现是根据 按照我们的需要 我们将会着一的回答 各个势力 所谓的各个势力 就不同的 常见的 质疑 仪器教理 预定教理的这些反对的立场 我们会一一的去回答他们 根据我们的需要 按照我们的需要 所以在这里面说到欲人 提出许多问题与神争论 这些愚昧的人 提出很多问题 跟神降嘴辩论 好像把神当作控诉的对象 他们就控告神 好像神不公平 神不聪明 神不应该这样 神不应该酿 神应该酿 这样的人多的是了 不信的人多 在教会里面 看似很虔诚的人 这样的人多的是了 以自己的聪明 去质疑上帝的人 多的是了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教会里人很多 但是真正信上帝的人少 真正听从神的人少 支配神的很多 给上帝出主意 审判神的很多 但是真正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虚心做神话语的学生的 这样的少 所以这里面就提出了 这些前面的恶狗也好 这些恶人 这些狂妄的人也好 这些愚人也好 有很多的争论 跟神辩论 这就是引出了后面 他们一些常见的 控诉上帝的一些论调 我们来看第一个攻击 上帝是暴君 独裁者 任性的暴君 他说咋的就咋的 神为什么对那些 以前未曾冒犯过 他的受造物放怒呢 因为他预定一些人灭亡 预定的时候 这些人不在 那在他定下的时候 这些人不在 那这些人还没犯罪 未曾犯罪之前 就预定了 他们承受神的愤怒呢 因为只凭他的意思 就将人归于灭亡 更是暴君的任性 独裁嘛 专横嘛 而不是法官合法的判决 法官是根据公平公义的法去审判 你有罪我才判你 没罪是不会判你的 独裁者是任意妄为 你体会一下他们的控诉 似乎很有道理 对不对 可能说出了你的心声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不理解嘛 的确是 因此呢 如果世人不是因自己的过失 既然神单方面的发脾气 没冒犯他的时候 他就向他们发怒 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失 只是因为神的意思 神定义发他们 神的预定了 神的喜悦的 向他发怒 就被预定有死 那么他们应该 有理由向神抱怨才是 不公平嘛 对不对 上帝任性嘛 任意妄为的 单方面的决定嘛 我们没犯错 上帝就这个向我发怒 前面既然遇到攻击了 加尔文就反击哈 第一 他在正面回答 他们的质疑的时候 首先再次强调 上帝的旨意是一切 万事万物的原因 敬前人充分的武装 抵御之 敬前的人 这敬前的就是真正信 耶稣的基督徒哈 有充分的武装 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嘛 抵御这些人的攻击哈 相信神的话 才不会这个受到这些人的 所谓的不合逻辑 呼舟巴裂的控诉哈 也就是说 人如果坚持要知道神的旨意的原因 注意 人执着的坚持的要明白 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 神为什么这样决定 神决定 神定义 这就是神的旨意 他们在探究神旨意背后的原因的时候 是何等有罪 因为神的旨意本身就是 也是 也应该是 一切存在的原因 什么意思 上帝的旨意本身就是原因 上帝的旨意本身也应该是 一切存在的原因 除了神的旨意 我们不知道 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包括预定 真正的原因 理由是什么 如果他的旨意还存在任何原因 那么神的旨意之先必定还存在其他的东西 因为什么 所以神才定了这样的旨意 并且神的旨意也依靠那个他 这是不尽谦的幻想 为什么说幻想没有根据的想象 圣经里没有教导的 人自己编出来的 有太多人是靠着幻想去信上帝的 我认为基督教应该这样 我应该牧师应该这样 我应该教会就这样 我应该讲道就应该这样 你就是神 你自己发明个宇宙 你自己发明个世界 你自己做王 那个时候 你成为神的时候 你认为 那个是你的权利 因为你是神 你的世界你做主 问题 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不是神 那为什么那么多你的想法呢 自己的幻想 不服约束的放纵 傲慢 神的旨意是义的 最高法则 因此单单因为他愿意 他所愿意的一切 必然是义的 什么叫义 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 照着神的话去行 这就是义 与神 与人正确的关系 这就是义 顺从律法 就是义 神的旨意呢 是一切 义的最高法则 我们透过世界就看出来了 所有的法 就已经包含了将来有一天 道成肉损 所以神的旨意是必然性的因 那当问到主 为什么这样行的时候 我们必须回答 因为他喜悦这样行 你若追问 他为什么喜欢这样行 那么就是在寻找一个 比神旨意更伟大 更高 从高的源头 这是找不到的 因为不存在 人的冒失应该止息 不要轻易的 随便的 问一些吓人的问题 停止寻所 不存在的事物 免得存 连存在之物也找不到 所以这里面就简单的 攻击了那些乱猜 乱想的人 凭着自己的想象 去批判预定 或者是拣选 仪器教理的这样的人 让他们不要越过 圣经的启示 不要越过神的旨意 神拣选 为什么坚选 神喜悦 照着他所喜悦的 为什么一切 神喜悦 照着他所喜悦的 首先他把这些 原因归咎于 上帝的旨意 上帝 他就是自己的律法 上帝不会被 更高的什么原则 原理 约束 上帝自己就是自己的法 他不背乎自己 他照着自己喜悦的 他所行的禁 符合他的本性 他的旨意不仅毫无邪恶 为什么 神是善的 他所行的 进度诚实 进度公益 他所定义的 所计划的 也都是良善的 而且是完全最高 是完全最高 完全的最高标准 他的旨意是最高的标准 没有是任何 在上帝和上帝旨意之外 更高的标准 来衡量神的旨意 所以你发现 现在这些控告的人 他们癫狂到一定程度 疯狂到一定程度 他们自己把自己 抬到上帝之上 然后来审判上帝 质疑上帝 这是很恐怖的 做法 他是万法之法 上帝的旨意 是所有规则 法律制度的 圣经是规范的规范 信经是被规范的规范 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话 因此 他是所有规范的规范 顺便加点小菜 但是我们否定神 向我们报告他 自己作为的义务 什么意思 我们否认神 有向我们报告意思 就像我以前讲的 神没有义务向我们解释 为什么我这么做 解释你也听不懂 解释你也不一定明白 更何况上帝 没有必要向你解释 为什么 没那个义务 为什么要向你解释 你是更高级的权柄 更高一级的存在 更高一级的权威 所以作为下一级的上帝 必须向你交代 解释清楚 你觉得OK 满意了 上帝才欢欢喜 安安心地回家睡觉 没有那个义务 他自己就是最高的法 他自己是最高的公义 他自己就是最高的善 他所决定的 他有自由 虽然他不会任性 任意而为 因为他不会违背 他的本性 违背他的良善 违背他的喜悦的旨意 虽然圣经用 随己意行作万事 但是他不是我们 那个所谓的放纵的随意 没有公义的随意 他即便是随着 自己喜悦的去行 但是也不是我们说的 那种随意 没有任何章法的随意 因为他本身就是 他的法 他是圣洁的神 良善的神 所以他所做的 尽度诚实 尽度圣洁 尽度公义 他也没有义务 向我们去解释 并且否认 我们并且否认 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 适合判断此事 为什么 加尔文第一 否认上帝没有义务 第一 加尔文认为 上帝根本没有义务 向我们解释 第二 他说到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 治理这些事情 判断这些事 无非我们是 更高级的存在 更高的权威 更高的智商 更高的标准 去判断神 反而我们是更低级的 虽然神高举我们 成为他行星样式 一个被造物高举成 在神之下 在万物之上 万灵之掌 赐予他的行星样式给我们 让我们去 做他的代理人 在地上执掌王权 生养众多变满之地 治理之地 他给我们 极大的权柄和尊荣 但是不意味着 我们有那种能力 那种智商 那种智慧 那种权柄 可以判断这件事情 已经超越我们能力了 因此 我们当受到试探 企图跨越雷池 因此我们应该 小心 免得我们受到这样的试探 企图跨越雷池 侵犯到 那个本不属于我们 那个至圣所 上帝奥秘的至圣所 去揣测上帝 指引背后的原因 这个已经超越 我们的范围 上帝量给我们的范围了 已经介入到 上帝的 至圣所的范围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前面处理了 所有万事的原因 都是神的指引 神的指引 没有其他的原因 神的原因是指引 本身就是终极原因 而且神的指引 也是公义的 是义的 是良善的 是吧 我们没有办法质疑 当然我们可以不理解 因为我们智商有限 所以处理了这样的 基本的问题之后 他就具体的谈出了 提出了 这些质疑者的声音 第一个质疑是 为什么神在某某人 尚未出生的时候 尚未做成 什么当死的事的时候 就定他们的罪呢 是吧 他们没有善恶 还没有做出来 他为什么要定他们的罪呢 你发现 上帝有点太专横了 不断专行 在他们心中 这种上帝太不理想了 太不完美了 太不符合 他们的心意和标准了 加尔文驳斥他们 上帝的旨意是公义的 什么意思 后面会解释 上帝的旨意是公义的 第一层意义是 上帝旨意没有错 尽都公义 良善的 即便他这么定 他也没有错 第二 后面上帝说 除了他的预定和仪器之外 预定是根据什么 或者说 这个仪器又有什么原因 后面会解释 所以这个先放在这里 神喜悦按照世人本性来判断的 注意 当神决定仪器一个人的时候 虽然他没有做成 那个人还没出生 存在还没有出现 因为上帝还没创造 即便创造了他的爷爷奶奶 可能还经过几千 一两千年以后出现 才生他 爸爸 他爸爸才和他妈几十年之后 十几年 二十年之后 遇见才生他 他还不存在 为什么遗弃他呢 这里面解释了 上帝喜悦 照世人的本性来判断他 因为他们都是罪所败坏的 注意 这是我之前所提到的 加尔文所主张的 堕落前拣选说 这个所谓的堕落前拣选说 不是说亚当堕落前 上帝这个拣选 不是时间里的那个概念 而是在上帝决定拣选 一切的这个事情上 上帝的内心当中是 考虑先决定拣选这个人 后安排堕落呢 还是上帝在拣选一个人的时候 先已经以堕落的状态为前提 在堕落当中拣选人 我们谈堕落前拣选说 是这个堕落前 不是时间里的 上帝在计划的时候 他的这个逻辑的顺序 所以因为我们都是罪所败坏的 当神拣选的时候 或者是一气的时候 上帝预定的时候 他已经考虑我们将来堕落的 那个状态下 在那个堕落的状态下 来谈拣选和一气 所以必然为神所恨 注意啊 除了前面讲到 一切都是在乎神的旨意 但是当他决定一气一个人的时候 并非没有原因 拣选一个人 不在乎那个人什么功劳 不在乎那个什么善 完全神的怜悯 因为他也是在堕落的状态当中 败坏的本性嘛 但是在涉及到一气的时候 上帝对待拣选的和一气的方式不同 上帝照着他们的本性 堕落的本性 照着他们的恶行 虽然这个恶行还没有做出来 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这个层面 然后决定去恨恶他 刑罚他 因此这不是由于暴君事的残酷 而是最严格的公义 上帝一气他 不是因为他的专横 暴力 独断专行 任性 随意 而是因为他的公义 照着他所该受的刑罚 不施恩给他 反而以公义去照着他的罪 去审判他 这是一气的丁髓啊 最终极是神的旨 神喜悦 但是神喜悦 也是因为那个人的罪 所以上帝就照着他的公义 恨他 愤怒他 所以这个可能有点难 因为你这样谈的话 好像里面又有条件的因素在里面 是不是又根据预知预定啊等等 不是这个 他在 他不是预先根据你的反应 然后带你 但是他在计划的时候 主权性的决定 在考虑到堕落 当然这个堕落也在神的预指当中 堕落的状态下去刑罚他 因此这个方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告神的不意 好像神不公平 好像神残暴 或者说任性 因此呢 如果按照神永恒的审判 他们注定要灭亡 并且他们知道 不论自己是否愿意 他们的本性自发的牵引他们到达着灭亡 为什么恶人本性当中就是抵挡神 离弃神 他们的本性牵引他们 催促他们一定会走向灭亡 照着他的本性上帝也必然审判他们 那么他们就不要指控上帝不公正 好像无缘无故 冤枉的人 所以我跟大家之前也讲过 谈到一气的时候 不要我们假设 好像我们就是生下来就是大善人 好像什么罪都没犯似的 所以上帝一气我们 我们就好像受到了冤期和不公平待遇 完全不是 我们是无业游民 我们是罪人 在罪人当中 我们上帝定一步施恩给我们 一气我们 这是照着我们该受的对待我们 我没有什么资格配受神的怜悯 你必须爱我 没能够说 所以没有什么冤屈可说 但是因为我们的错觉 我们总觉得我们都是大善人 以这样的前提来考虑神的一气的话 那当然上帝有点专横 但是前提是我们已经假设错了 我们是罪人 堕落的人 所以没有任何上帝义务救我们的义务 也没有任何资格配受神的恩典和怜悯 我们只配承受神的咒诅和愤怒和刑罚 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自己里面有被定罪的原因 我们里面有被神定罪的原因吗 因为我们这样的 却故意压制他好像纠责把这个包袱 把这个锅甩给上帝 上帝为什么专横 为什么抛弃我 为什么让我下地狱 但是我虽然加尔文 虽然多次承认神预定他们灭亡 注意这是第一点 肯定预定在乎终极原因 神的执意 神的决定是人终极命运的根本原因 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的预定 但是他们不能由此就抹除自己的罪 弃便预定他们 或者说一弃他们 但是也不意味着他们是无辜的 因为他们罪有应得 他们自己的罪 这种罪落在他们自己的良心上 不实服现在他们心上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罪 然后一方面还控告上帝 更显出他们的恶 然后他们叫嚣 难道人不都是借着神安排而被预定犯罪败坏的吗 神竟然预定我们堕落 他们很聪明 发现听出来问题所在了 现在这个败坏反倒又成了定我们罪的原因吗 循环论证 神如此残酷的玩弄 他所创造的人岂不公平吗 这是罪人最喜欢控告上帝的罪名 公平的上帝 公义的上帝 却受到罪人控告说上帝不公义不公平 这个天大的笑话 然后就反驳他 必须总是单单的回到神旨意的美意之中 神并不可以因此就受指控 所以上帝遗弃这个人 归根这里是在乎神喜悦的旨意 但是神喜悦 照着他所喜悦的定义这么做 我们不能因为他定义这么做就控告他 为什么 你这个人呢 你是谁 尽敢跟上帝降嘴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主说 为什么这样造我姚将 难道没有权柄一块泥 做一个贵重器皿 又拿一块泥做杯径的器皿吗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我们应该满足于保罗所说的话 我们有什么权利 去和神降嘴呢 所以我们这种质疑 这种挑战去控诉 是完全不合体统的 是冒犯 是亵渎 是越权越位 我们没有那个权利 资格 好像自己有 无辜遭受神的审判 我们无法理解 因为神护理的伟大 远超过我们理解力 这个事实大家一定要明记 预定本身就是 上帝奥秘当中的至圣所 关乎上帝在永恒当中 他心中的筹划打算 而且预定在圣经里面 他又没有给我们讲的很多 当然也有很多 经文 他即便讲得很清楚了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理解力还是有限 远远超过我们能理解力 那神的护理有任何奇怪 和荒谬之处吗 我们能这样质疑上帝吗 根本不可能 谁能说上帝是作恶的 谁能说上帝行事不公义 不诚实 谁能说上帝做错了 我们难道要限制上帝的全能 不得超过我们心思领悟的程度吗 这是关键 罪人总是按照自己的小 家巧的脑袋壳 去理解上帝浩瀚的奥秘的筹算 我们罪人总按照自己 这个堕落有限的思考能力 然后去控诉上帝 我们误解上帝的不说 我们还拿着我们的误解 去责怪上帝 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合理 我们理解不了 然后又去用我们不理解的 我们认为的这个法则 去怪责上帝 主创造了他当然预知将要灭亡的那些人 主创造了他当然预知将要灭亡的人 而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旨意如此 他定义这样 他喜悦这样 他的旨意为何如此呢 这不是我们该问的 因为我们不能明白 而且我们甚至不义 对神的旨意的公义进行争论 我们没有资格 也不合适 每当我们提出这样 提起他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讲说公义的至高标准 因为上帝的旨意 不是在我们的判断之下 而是所有公义的最高的标准 判断事物的终极标准 所以我们怎么能去判断那个呢 地方搞的什么一个 什么管理办法 然后去用管理办法去挑战宪法 宪法一发现这个地方的管理办法跟宪法相冲突的违宪直接灭了 它就不合法嘛 它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然后拿这个地方的这个违宪的这个办法去 或者什么这个法则 交通法则等等 去质疑宪法的话 就这个差不多啊 类似于这个差不多 在有限的范围里 宪法是最高权威 地方的那个小破规矩 怎么能跟宪法挑战呢 所有的法的最终的总纲就是宪法 立法的时候一定要符合 查考不能违宪 是吧 法的法 神的旨意就是最高的标准 还有什么标准能够挑战神的旨意呢 我们就把自己的这种判断 自己的想法 无限放大了 所以在这里面加尔文非常重要的提醒 无知之人的信心 好过放肆之人的知识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却放纵不服约束 胡思乱想去质疑上帝的人 还不如傻傻的阿门 神说的都对去接受呢 这是在上帝面前的智慧啊 上帝反而让那些聪明人的聪明 成为欲拙 智慧人的智慧变成愚昧 他们的智慧和聪明 就成为他们的网络 背弃聪明人聪明 所以信靠上帝远远大于质问上帝啊 超越于质问上帝 记住这句话 无知人的信心 这个无知不是 无知虽然是可恶 但是无知之人相信神的话 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人 但是他单纯相信神的话 就比那些拿了博士 甚至不是拿了博士 自以为有知识的人 自以为聪明的人 去质疑上帝的人 要好得多啊 强多了 然后这句话 也是我曾经讲过的 类似的 寻找功劳 你只能会寻见刑法 你跟上帝讲公义 意思就是你咒诅我吧 为什么 你跟上帝讲公义的时候 上帝就按公义带你 你只能被咒诅啊 所以来到上帝面前 别讲公平公义 一个罪人跟上帝讲什么公义公平 好像你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神的赏赐恩典似的 我们是礼当受助助的人 然后跟上帝谈资格 谈公义 谈不公平 上帝一看 你过来过来 一看啊 原来你是15年前 20年前 在逃的这个死囚犯 或者是这个杀人犯 全国通缉的 假疾犯 所以来吧 直接拉去 简单的程序 执行枪并 罪人在上帝面前 谈什么功劳 功劳就是 你看看我做了这些 你按照你的公义 照着我行的 判断我吧 谈功劳 结果一查 我们不但不及格 还是欠了很多债 所以我们是犯罪的人 因此我们一定要受刑罚 所以跟上帝不能谈公义 第二个攻击 上帝不公平 这是最常见的 神为什么因为 他自己的预定 必发生的事情 就是最责任呢 他们能做什么呢 他们能够与神的定制抗衡吗 你看 好像神的旨意 既然定了 宿命了 谁又谁抗拒神的旨意呢 那他为什么要责怪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做以成善呢 罗马书里面 早就出现了这种质疑 保罗已经提到了 这些人的控诉 其实他们想这样 也是突然 因为他们不能成功 明明他们想信 但他们又不信不了 为什么 上帝预定他们要灭亡吗 因为因此 为了那些主要原因 是神预定的事情 而刑罚他们 上帝竟然定他 预定他 没有拣选他 相信 那你还要刑罚他的不信 上帝不公正 不公平 不公正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反计 首先 是上帝的预定 还是回到神的旨意 首先所有人都应该承认 所罗门所说的耶和华 所造的各式 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 祸患日子 注意 恶人为祸患日子 所定 这是神的定制 神的预定 仪器的定制 预制 但是 遗弃 它是什么 恶人 预备这个恶人 遭遗弃 不是预备个善人 遭遗弃 如果预备善人 遭遗弃的话 上帝就邪恶了 对不对 违背自己的供应 但是恶人 预备遭遗弃 有什么可 很冤的呢 既然万事 都由神安排 神的旨意 是最高原因 生死的最高 决定权属于他 生死决定权在于神 他借着自己至高无上的计划 安排万事 预定一些人 出生 既注定灭亡 有些人生来 就预定被灭亡 这是他至高的主权 更何况 生在亚当的后裔的里面 并且借着他们的灭亡 来荣耀他 在预备器皿 遭毁灭的器皿上 彰显神的全能和愤怒 来使他荣耀 当神审判罪人的时候 彰显出神的公义 神能够荣耀 同样在那些 不配蒙怜悯的人 蒙怜悯的时候 让他们在他身上 也彰显神 怜悯的荣耀 使他们这些 首先蒙怜悯的人 去将荣耀给神 所以这里面 没有什么上帝 公不公义 上帝的预定如此 上帝如此安排 这是首先讲 既然神预知将来 要发生的事 完全是因为 他预定这些事要发生 注意 我们常常以为上帝的预定 是根据预先知道 实际上不是 既然预先知道的 就定下来 这个中文翻译的顺序 常常给我们误解 实际上上帝的预知 不是根据预 上帝的预定 不是根据预先 看见千里眼 看到2000年后 某某人如何如何会信 我才拣选他 所以这种概念的拣选 是毫无意义的拣选 上帝的预知 预定不是根据预知 反而是预知是根据预定 为什么 定下来了 当然知道谁 我爱你 我卷选了你 我当然知道你了 上帝这么定了 将来一定会成就 因此上帝知道他 甚至说上帝的预知 和预定同时的 你没有办法分前后 为什么 上帝定意 卷选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出于 上帝计划这么定义 上帝自计划 上帝当然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预知 不是在预定之前 不是预知将来发生事 然后才预定 乃是因为他在预定 他才预知 所以在那些预知上 争辩的人 实在是枉然 万物都照着 他至高无上的旨意 安排而发生 还谈什么预知 假设上帝根据预先看到 会信或不信 然后才决定 是不是要拣选他 遗弃他 就是这些人 上帝预定在先 他们说 圣经从未明确说过 神预定亚当 因他悖逆而灭亡 这些不明白圣经的人 往往最喜欢 引用圣经 来反圣经 圣经 哪有告诉预定论 你读了几遍圣经 我就想问你 懂个六 什么都不懂 然后好像 挺通圣经的样子 圣经哪有三位一体 你说是没有三位一体 这个名词吗 圣经里到处都叫到 父 子 圣灵 父 的意思 我来就是要照父的意思 我与父 我父因我 而差遣的圣灵 这不是分明是三位吗 但是我与父原为一 神的灵 子的灵 这不是三位一体吗 奉父子圣灵的单数 名 给他们施洗 到处都是三位一体的描述 我们看不见 睁眼瞎 然后我们说圣经没有说 好像挺懂圣经那样子 所以这些反对圣经的人 往往说圣经没有说 老生常谈 所以加尔文牧师就明确的 圣经明明宣告 所有人都因一人而被判处死刑 罪因一人入了世界 众人就都犯了罪 于是众人就死了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因为这件事不能称之为自然 这种事情上帝判处一个人 或者是弃绝一个人 根本不是自然的事情 不是照着自然而然的 所以显出了神奇妙的作为 然后紧接着呢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可怕的教理 他谈到这个预定的教理 是可怕的教理 一气的教理 是可怕的教理 我承认 此定指上帝的预定 拣选和一气 是可怕的 上帝怎么能一气一些人呢 预定一些人灭亡呢 一气一些人呢 我承认这个旨意是可怕的 但是无可否认 神在创世以前 既已预见之道 人最终的结果 并且 他之所以先知道 是因为他借着他的定指 如此预定的 这会明白了吧 上帝预先知道 不是预先看见而已 他之所以预先知道 是因为他 如此定义的问题 他决定了 当然知道将来会怎么发生 凡所定义的 他 他一定会发生 当然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所以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是吧 当我说 神不仅预见 第一个人堕落 以及他的后遗 因他的败坏而灭亡 并且一切都是照着神 自己美好的安排 并不应视为荒谬 亚当的堕落 也在神的计划当中 照着他自己 喜悦的美意安排 他的后遗 因着亚当的堕落 一同堕落 灭亡 承受审判 这都是神的安排 所以这个不应该成为荒谬 正如他的智慧 预知将来万事 照样他的权能 也必同行万事 照着他的知识 他的智慧 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什么 按照他的智慧知识 预定了 所以将来的事情 一定会发生 从知性的方面 智慧的方面 按照他的权能 他既然预定了 又确保那些事情发生 那些事情 必在他的同管当中 护理当中成就 上帝计划绝不会落空 这是神的知性 和神的权能的配合 神计划 神护理 神创造 神的权能 透过创造护理救赎 来成就他的计划 奥古斯丁 有很妥妾的解释 我们承认 并且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 那位创造极好万物的神和主 就是一切都是善的 托福 但欲知邪恶 要从良善中产生 他预先就知道 神所造的良善的人会堕落 良善的天使会堕落 也知道 叫善再从恶中产生 上帝借着救服邪恶的人 或者从恶人当中拣选人 使他成为义 这就是出于你 从罪当中产生义 前面是从义中产生罪 后面从罪恶当中产生义 更合乎他全能的良善 因此他预定天使和人的生命 天使的堕落和得生命 人的堕落和得生命 好在其中 首先显明自由意志所能做的事 预定了以后 给他们立约了以后 他们的决定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就反映了自由意志 然后显明他的恩典和公义 上帝施恩给那些堕落 本该受审判的一些人 彰显他的恩典和怜悯 让他们不配承受的 承受了不配承受的恩典 然后对那些他所遗弃的人 照着他们的恶 去刑罚彰显他的公义 这就是预定 所谓的拣选和仪器 所以前面讲了 上帝的预定 上帝的决定 上帝的美意 是绝对的 万物的原因 七次呢 加尔牧师同时讲到 人是最有应得的 如果预定不外乎 是神实行公义的方式 承认这个确实是隐秘的 但却无可厚非 因为确定的是 他们被预定处于这样的光景 就是堕落的光景 并非是不当得的 那么同样确定的是 由于预定而灭亡 是最公义公平的 为什么 他们本来就是在堕落当中 所以上帝预定他们灭亡 遗弃他们 这个就是公平的嘛 此外他们的灭亡 虽然依赖于神的预定 神预定了他们 他们灭亡 这是决定他们终结命的原因 但是灭亡的起因 不是说他们是无辜的 乃是因为他们自己里面 本性上的败坏和罪 所以灭亡的起因和根源 在乎他们自己里面 后面我们会讲 当我们谈到人被遗弃的时候 比起过多的去妄自挑战 神的权威 还不如多多的在自己里面查找被遗弃的原因 你就发现 加入牧师根据圣经处理 拣选和遗弃的时候 他有一些原理不一样 都是神的旨意 神的主权 但是施恩不是基于人的功德 而是单方面定义连绵 而遗弃呢 不光是神的质疑 还有就是他们罪有应得 照着他们所应该的 决定不施恩给他 照着他们应该受的刑罚就刑罚他 因为佩德赞美的一切 必定是公义的 人堕落是神的护理所预定的 但人堕落由于他自己的罪 人自己堕落 不是因为神使他堕落 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神造的原本是良善的 上帝没造一个邪恶的犯罪的罪人 犯罪是人自己办的 至于为什么良善的人会犯罪 这是奥秘 圣经没有解释 但是却发现人的背叛 圣经一旦提到亚当的堕落 是提到他的背叛 这个罪就不在乎造他的上帝 所以一方面神预定了亚当的背叛 但是又不能责怪上帝 使他背叛 亚当自己背叛 上帝又没在里面 去怂恿他 踹他一脚 让他没站住 然后结果掉到地狱里了 所以我们应当思想 预定的时候应该警惕 这是重要的提醒 所以我们应当在人性的败坏中 思想受咒诅的原因 显明的原因 圣经告诉我们 人被咒诅 被定罪是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的人性的败坏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显明的原因里面去思想 为什么上帝遗弃我 咒诅我 而不是在神的预定当中 寻找神向我们隐藏的 几乎无法测透的某种原因 上帝只是说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我们去问为什么神的旨意是这样 那个是我们无法参透的 是隐藏的 所以比起那样应该在人的身上找 就是说到底我们里面 为什么有被遗弃遭咒诅的原因 我们本性当中的败坏 这样想的话 这是正确思考遭遗弃教理的思路 我之前跟大家讲 要正确使用预定论 就是原因这个 不要胡思乱想 乱想的时候你肯定想不通 而上帝为什么这么霸道 独断真行 虽然你每期明月强调神的主权 但是实际上你把上帝搞成一种 独断专前的上帝 所以那些不好好教导 热心教导 却不好好正确教导预定论的人 不小心就把上帝造 变成了这个罪的创始者 邪恶的造成者 这个所谓的堕落前简选论 有这个倾向 导出这个必然结果 上帝是罪的造成者 我们用当将自己的判断 福在神无限的智慧之下 承认我们的判断不足 以理解他许多 我们的判断不足以 理解他许多的隐秘的是 所以前面是如何思考呢 在自己的本性状态当中 思考神一气的原因 因为这圣经已经显明了 我们被咒诅遭一气 是因为我们的罪 第二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 有限的知识和理性思考 降伏在神的无限的智慧下 简单的说降伏在神的话 也之下 上帝已经显明的 至于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 我们顺服神的话 神告诉我们多少 我们叫阿门多少 就可以了 不要采测超过我们理解力 超过神启示的范围的 那样的知识啊 不知道我们不能知道 或不能合法的知道的事情 这是学识 真正的有学识是 不知道自己不能知道的 超越自己能力知道的 我知我所不知 我知道我什么东西 是我不能够知道的 也不合法知道的 我不具有那种知道的权利 为什么 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这样 你已经问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这样 是旨意背后的什么东西了 所以这个就不是知识 而是癫狂 后面说 然而迫切想要知道 我们不能知道 或不合法知道的事情 这就是癫狂 癫狂了 疯狂了 丧失理性了 自己狂妄到一定地步 问了不该问的 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这不是狂妄 癫狂吗 对不对 真正有学识的人 知道自己能够知道什么 不该知道什么 这叫做知识 学识 真正有学识的人 没有学识的人 到处去炫耀自己的知识 奇怪 就是这样 知道一点点 然后就好像 自己所有的都知道了 然后所有的学习都不参加 好像自己什么都懂了一样 神学博士都没有说 自己什么都懂呢 然后有意思的是 我们教学生当中 有些学生学了点东西 然后好像动不动 就发表自己的感想 那种独自发表自己感想是好的 但是这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 骄傲 自义 好像自己不需要老师了 好像甚至引用 从老师那听来的东西 好像自己觉悟到的一样 然后好像自己有那个天赋 领悟到的一样 好像不从受教过一样 这些东西都自己领悟的 然后发朋友圈 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 从来不标注 这是跟谁学的 剽窃的同时 然后以为那是自己独创的 来炫耀自己 好像有文化 其实这是没文化的象征 自卑的象征 自义的象征 每一个论文下面 诚诚实实的挂上 加上 角注 这是学问的标志 我读了哪个 哪个观念从哪来的 奇怪的学生一开始学 感谢主 感谢老师 学的挺谦卑的 学了几个月以后 好像懂了一点 然后就飘起来了 然后也不老师什么的 也不引用 也不 好像自己就发表自己的看法 好像自己读到的 创建 这是所有学生都会犯的 普遍会出现的问题 太浮躁 再沉淀沉淀 照着他所该知道的 还差远了 然后他自己以为 他已经成为大家 已经很成熟了 越知道的人 越发现自己不知道 我刚做传道人的时候 所有人问我问题 我都回答 我可以把圣经当中 很多的经文 重要的经文都背下来 几章几节 哪里翻 一查都是 现在不行了 忘的太多了 这个淡化太多 可以 我可以说答案都对 一开始呢 后来过了不到两年吧 一年半 上帝就让我经历一些事情 逐渐的 让我看到 其实那是一种狂妄 一开始上帝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知道了一些知识 其实照着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经历也少 知道的也少 然后我们自己觉得 什么都知道 总喜欢给人提供标准答案 后来做了三五年之后的 传道人全职以后 就开始收敛了 发现自己 虽然好像判断的 对 但是回过头 有很多东西都看走眼 判断错的地方很多啊 现在是随便 谁问我出主意 我是不太轻易 给人出主意了 这我就理解了 为什么原来那些老牧师 有人问他建议的时候 他一般不给人出建议 负不了那个责任 第一是 负不了那个责任 第二是 我们的见解也不一定全对 第三是 你给了这个见解 有的人拿去你的见解 可能反而给你闯祸 所以聪明人 一般不随便给人提建议 你祷告吧 神引导你 葫芦换半片的就给你忽悠走了 不担那个责任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好传道人 所以我们有限 我们会犯错 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敬重 一方面承认自己软弱 有限的同时 谦卑的 战精的 当别人寻求我们的指引的时候 我们谦卑的仰望神寻求 是给他一个提供一个 至少在我们这个限度内 最智慧的相对稳健的解答 这是上帝立地上软弱的牧者 来带领群羊的目的 上帝不是立一个 无所不能 全职全能 不会犯错误 都是标准答案的 什么事情都做得完美的 那样牧者 第三个攻击就是 神偏袋人 他们主张 我们主张 神收养天国后裔的人 得以脱离普遍的灭亡 为什么 大家都在灭亡当中 上帝收养一部分人 让他脱离灭亡 救他们 唯独是由于上帝的职业 上帝定义要救他 喜悦救他 所以救他 我们的仇敌却 由此推论说 神偏待人 为什么 为什么救他不救他呢 很多人都质疑 拣选上帝太偏心 就救他 不救他 这个我其实已经解答了 如果他判定决定 所有人都有罪 那么他就应当 同样的刑罚所有的人 你看 都是罪人 为什么 刑罚他 不刑罚他呢 上帝偏待人 如果他决定 所有的都无罪 那么他就应该 不审判任何人 多智慧啊 多聪明的判断 多公义啊 就批评上帝 愚昧啊 批评上帝不公义 批评上帝偏心啊 反击是简单的 神绝非不公平啊 首先圣经说 神不偏待人的意思 圣经里一贯教导 什么 神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 是什么意思呢 与他们以为的意思 是不同的 因为这一词 不是这个人 这一个词呢 不是指人本身 神不偏待人 这个人 不是指人本身 而是人里面的 那些赚得恩宠 恩典尊荣的事 或者是相反 产生仇恨 藐视 羞辱的事 一方面财富 权力 地位 职位 国籍 美貌 另一方面贫穷 贫乏 贫困 卑贱 污秽 藐视等 因此彼得和保罗 都教导说 神不偏待人 因为神不分 犹太人和希腊人 不根据国籍 拒绝或者接受人 神不偏待人 不是根据你外在的条件 内在的条件 所以神不偏待人 所以这个不偏待 不是按照你的 不是人 你是犹太人 他是外邦人 所以不偏待人 一人一个苹果 不是这个不偏待 而是 不管你是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 不根据你外在的 这个国籍 去拒绝或接纳你 雅各也说了同样的话 宣告神的判断 不是按照财富 有钱人 请上座 没钱人 坐在门口 蹲在那个狗窝旁边 保罗也是在 另一处经文说 审判人的时候 并不看那人是奴隶 还是自由身 以夫所书六章九节 以夫所书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 主人如何带仆人 仆人如何带主人 他们背后都有 按公义审判的主 我们说神完全不看重人的功劳 而是按照他旨意的美意 他喜悦的美意 拣选而你和一去其他的人 与此并无不合 神不偏待人 是指那个 不是根据你的国籍 外貌 救你不救你 神不偏待人 所以我们说 神完全不看照人的功劳 而是按照他的旨意 拣选人和遗弃 其他人与此 无不相合 出现了似乎矛盾的那种 我确认一下 所以神的旨意 是第一 终极的原因 神遗弃他 所以他被遗弃 这是原因 但是这个人被遗弃 里面 因为他也是有罪的 所以不能因为他被遗弃 就责怪神的遗弃 为什么 他里面有罪 配受这个遗弃 所以圣经里面 有的时候说到无条件的问题 但有的时候也说到有条件的问题 拣选人 是不根据人的功劳 我确认一下 稍等一下 对 这里面说到了 上帝照着他所喜悦的旨意 拣选某人 遗弃某人 总之这个说到 照着他所喜悦的旨意 去拣选人和遗弃人 并不与之相矛盾 然后这个是 我们这样说 也没有人能够反 可以反驳他 反驳之 所以这个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有的时候英文版本翻译 也是有问题 然后翻译成中文之后 那个意思就变得更多了 那蒙拣选之人 自己有何吸引神拣选的呢 就谈到蒙拣选 没有功劳的问题 如果必须承认 人没有什么可以吸引 那么神就不是看人如何 因此神拣选一个人 而拒绝另一个人的时候 丝毫不在乎人 而是完全在乎他自己的怜悯 这个翻译本身就有句子病了 他的怜悯是在乎拣选 要对应 拣选一个人在乎他的怜悯 一切一个人跟怜悯没关系 并且神自由地 按照他所喜悦的时间和地点 彰显慈的怜悯 既然神在他被一弃之人身上 实行他应得的刑罚 你看应得的刑罚 就考虑到他本身的这个 本性的败坏和状态的问题 所以根据这个前面 我们谈到了这个 这里又谈到了 然后结果那种翻译说 不在乎人的功劳 然后等等的话就矛盾 所以这是翻译的问题 不是加尔文的问题 并且赏赐他所呼召的人 以他们不应得的恩宠 那么神不受任何指控 是吧 债主有权免掉个人所签的债 然后要另一个人还债一样 我用的比喻就是 葡萄园的主人 同样是无业有名 站在街上 主人其实就是给他们 就业的机会 奖定一千银子 早来的得了一千应该的 该给的 给他了 不亏欠他 然后晚上直下午来 只干一个小时 给他一千银子 这是主人的财产 主人乐意给他 这是怜悯 所以前面的人说 主人你为什么给他 不给我更多呢 好像觉得上帝不公义 不公平一样 我的东西 我说的算 给你的该给了 你该受的 如果我们稍微类比一下 你该受的刑罚 我已经给你了 因为照着你该受的 我给你了 当然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不是只要那个 但是原理是通的 公义公平 连免嘛 照着公义 你该得的得了 你该受的刑罚 罪人受了刑罚 但这个人呢 他不配得 如果那个是永生的话 这个比喻不太强了 但是他却连免他 给他 所以对于灭亡的人 是公义 对于蒙连免的人 不是公义 是连免 蒙拣选的人是连免 背弃的人是公义 这是罗马书里面讲了 预备遭愤慕的性命 彰显他的愤怒 实行他的公义 然后前面是 彰显他的连免 宽容 所以在这里面 你能谈什么公平吗 对不对 当保罗说 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当中 特意连续众人 还应该补充说 他欠任何人的债 因为谁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他不欠任何的债 所以他没有义务去救你 他没有义务去施恩给你 所以你没有资格去抱怨他 你为什么不施恩给我 你为什么不救我 大家都欠神的 神不欠我们的 上帝没有救我们的义务 上帝没有施恩给我们义务 但是他却乐意施恩给这个人 不施恩给那个人 那是神的自由的问题 大家都被圈在罪里面 所以没有什么资格 跟上帝讲公义公平 照着公义公平 我们只能闭嘴 承受神的愤怒和审判 但是如果张嘴 看可怜我这个罪人 求神怜悯我 求怜悯 不应该求公平 对不对 我们这个罪人能求什么公平呢 谈公平只能是愤怒和审判 所以控告神不公平 这是非常愚蠢的 无知的 自意的一种控告 第四 第四个攻击就是 预定摧毁 敬钱 动容懒惰 哎呀 相信预定的人 就不再努力追求敬钱生活了 既然都定好了 那个罪人也不需要悔改了 反正都预定好了 我们不用传福音 该到时候得救的人都自动得救了 这都是蠢驴们的想象 加尔文牧师说到他们这个 骂他们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 那个叫什么 猪罗 他们闻猪罗 猪罗 前面说他们是恶狗 后面说他们猪罗 为什么 加尔文牧师其实很斯文的人 虽然他比较这个腼腆 但是他为什么用这么话呢 第一是当代的那个文学说法 他们很多是为 本次 我们中国叫反讽嘛 是吧 反讽 然后再就是说 他们对待那些当时 亵渎攻击神 敬钱真理的人 这叫忌邪的心 忌邪的心 对那种亵渎神 挑战神的权文 轻视神 谢曼神 乱叫的人 就称他们是狗在废 说他们是这个猪罗 所以很多玻璃心的 受到和尚道士 逻辑思维训练的这个基督徒呢 他们根本没有善恶的观念 因为和尚和道士 你在他们里面没有公义的概念 找不到善恶 所以这帮受到这样的洗脑的基督徒 所谓的基督徒 来控告他们教会的牧师 对罪恶过为愤怒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基督教了 他们从来没有明白基督教什么回事 那你要这样的话 耶稣还骂了 那个西律州老狐狸 对不对 这个狐狸 什么法利塞人 伪善的人 外面粉饰的 里面包着死人的骨头 现在文明人谁这么讲话 对不对 这很明显的严厉的去斥责的 还是毒蛇的种类 史学约翰也这么说 当然我不必故意学骂人 但是你要明白 为什么他们这样 这个不是不属灵 反而是因为他们有神祭邪的心 那个立位人拿起刀刺透那两个人行淫的一男狗男女 刺痛的时候 上帝称赞他 所以他要他和他的后裔要终生侍奉神 为什么 他有上帝的心 祭邪的心 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不冷不热 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不分青红皂白 一个侍奉上帝的人 有人在亵渡上帝的时候还笑嘻嘻的装有爱心和宽容 这个不是真心上帝 所以被搞得糊涂化的这种基督徒 常常控告正常的基督徒的时候 真是世代太炎凉 真的是太黑暗了 所以不明白基督教怎么回事 然后乱讲自己代表基督教 以为自己信的就是基督教 绝对标准 前面不是也说了吗 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不以神话为标准 以自以为标准的人 所以他们现在说预定摧毁金钱 你只要相信预定的人 这些人都不祷告了 不过的确是有些相信预定的人 相信错的人 他们真不祷告 一切都神安排好了 祷告什么 你祷告要改变神的计划 一切都神预定了 你传什么福音 传福音能帮神的职业 类似的 他们误解了预定 然后用他们误解的预定来以为 预定会破坏信仰 所以他们说预定摧毁金钱 纵容懒惰 让人不努力了 没热心了 如果存在预定 那么行善 一切追求和热忱都熄灭了 神知道决定 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一切 他若预定我们得救 那就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赐给我们救恩 他若命定我们灭亡 即使我们抵挡之事 也是突然的 你发现他的想象力很丰富 但是里面充满错误 为什么 加尔文说 但是圣经 前面是那些人 胡周八烈的想象 加尔文说 圣经吩咐 圣经说 教理不是靠想象 聪明 创造出来的 教理是听圣经怎么说的 是吧 圣经吩咐我们 以更大多 更大的崇敬和敬畏 思想着奥秘 给敬前人非常不同的教导 当我们思想这个教义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的意图是什么呢 让我们公正的将不敬前的人 这种可证放纵定罪 圣经教导我们 预定并不是纵容 怂恿我们大胆 并不是引诱我们 用不敬前的放肆 黑探神测不透的计划 反而叫我们自卑 叫我们谦卑 为什么安排在这里预定 称义 祷告 预定 前面是基督徒的生活 现在后来讲称义 讲祷告 讲预定 解决最终我们得救 不是靠着我们努力 虽然你要努力行善 神呼召你是要行善 但是行善本身不是你得救的功劳 也不是上帝遇见了你的行善 所以拣选你 完全是基于神的点 所以让我们学习千伯 不要骄傲 然后在神的审判面前站紧 上帝竟然 遗弃那些人 我们竟然满了怜悯 我是何等人 竟然蒙了这样的恩典 站紧 随喜仰望神的怜悯 上帝之所以没有过 遗弃我们 是因为他怜悯了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再继续 在怜悯当中 不是偷懒 不是甩锅躺平 在怜悯当中 奔勇向前 报答主的情恩 这是信徒当有的标志 这是真信徒的标志 真信徒的标志什么 不是受洗证 真信徒的标志 也不是挂个十字架 真信徒的标志 是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 因着神的审判而占尽 而且持续的去仰望神的怜悯 自我否认 顺服基督 降伏在神的话面前 没有这种标志 你说信 你那个信是没有办法 被证明出来的 因为那个信是抽象的 和圣经描述的那些信仰人的 特征是不符的 因着神的话恐惧战惊的人 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人 仰望神的怜悯的人 这种人会放纵吗 会懒惰吗 会懒散吗 不会的 有机会我单独 可能跟大家是没机会了 以后对那些 我教的学生们讲了 真信徒的标志 真教会有标志 真信徒也有标志 所以现在那些 我心里相信 抗礼神圣 做个什么四灵律 迎接祷告 就信主了 哈利利亚祝贺你上天堂了 你是神的儿女了 高兴得太早了 截出果子来再说 果子不是得救的条件 但是果子是得救的证明 你真信心的证明 你凭什么说你信 你在礼拜上 你在对神的态度 在话语上 在生活上 在各个方面证明 你真的是攻克己身 竭力尊心神的旨意 努力讨神的喜悦 渴慕神的公义 仰望神的怜悯 谦卑悔改 谦卑的人 你证明出来才是吗 不然我们广凭着自己的意志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基督徒 主观的信仰 第二 前面说了什么呢 预定令使人谦卑 使人学习渴望 仰望神的怜悯 所以预定不是说让人 骄傲或者是懒惰 第二 预定 它拣选我们的目的 是让我们成为圣洁 圣经告诉我们 拣选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体 不是让我们躺平 躺在天国的门口 既然靠了耶稣基督入了门 好了就在门口睡吧 总之进来了 不在外面啊 有几个基督徒真正重生的生命 会有这么想 有几个真正活着的种子 会在土里永远不发芽呢 在适当的温度 湿度的情况下 它不发芽呢 有几个向日葵 会不随着日头的方向 去摆动自己的那个头呢 有几个活着的树根 不会伸向那个 吸水的方向呢 有水分更多地方 会趋水性 向趋光性 有几个重生的灵魂 它不渴望圣洁的主 去讨它的喜悦 去爱它呢 真正蒙拣选的人 他知道上帝拣选它 是为了让它成为圣洁 他会渴望追求这个圣洁 所以在这里面说 我们蒙拣选 是为了成为圣洁 圣洁不是我们拣选的原因 拣选的目的是圣洁 圣洁不是我们拣选的原因 所以不是根据预先看到 我们会圣洁 所以上帝拣选我们 乃是上帝拣选我们 拣选我们的时候 还是一无是处的罪人 本性当中败坏的人 但是拣选的目的 让我们成为圣洁 容我的百姓去 在我指示他的地方 去侍奉我 招出来的是奴隶 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在西南山下立约给他们 教导和圣洁的律法 让他们成为圣洁 分别出来 归于神 成为神圣洁的国度 上帝的子民 我们是污秽不绝的 上帝预定拣选我们 为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 前面说到 从圣洁到污秽 这是堕落 从污秽到圣洁 这是拣选就恩 总之稍微 保罗的书信就会知道 保罗完美地调和了 神的拣选与劝戒 一方面提到我们救恩的是 谋神拣选 神的怜悯 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格 另一方面 劝灭我们 这个不是矛盾 这是圣经的权备的教导 所以你说保罗到底是 加尔文主义 预定论主义 主权主义 还是阿弥念主义 他都讲 我们救恩是神绝对的主权 但是也讲 你们要竭力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这都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都要接受 所以预定解释了 我们终极得救的原因 不在于我 但是我们得救之后 要活出感恩的生活 不可懒惰 要烦心你是在什么地方跌倒的 在哪里跌倒 要在哪里悔改 要找回你失去起初的爱心 要大发热心 这都是神的警戒和责备 主的羊听主的声音 主的羊不只是喝奶吃草 主的羊也听主人的声音 不只是走在青草地 这个躺在青草地溪水旁 还随着主人 羊 牧者 经过死因的幽谷 那些信徒 不只是听好听的 祝福啊 什么应许啊 还听责备 警戒 警告 甚至是斥责 因此受到警戒 就离弃罪恶 重新回到 善目的安全范围内 受到警戒 就不至于偏离太远 偏行几路 所以预定和 教导不冲突 基督也吩咐我们说 若不是蒙我付赐的 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 我付赐是预定 是拣选 到我这里来 是吧 那个人是到我这里来 甘心乐意的到他这里来 里面有被内在的吸引吗 是吧 我们当大胆传道 领人进入信心 并使他们不断的长进 同时我们也不可停止 宣讲这个预定 免得顺服神的人 误以为自己有何可夸之处 不断的教导预定论 诸多教导当中 也包含预定论 为什么 让信的人不要自以为是 好像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紧实敬虔 圣洁 蒙生拣选一样 不是 不断的提醒我们 蒙拣选不在乎我们 我们是在灭亡当中 圣洁选我们 最后总结 我们必须适当的方式 去宣讲这个真理 奥古斯丁 这位圣洁的人 因为单单以造就为念 他注意造就教会 加尔文也是 以造就教会为目的 就竭尽全力的去调整 他的教导方法 以免绊倒别人 他提醒我们 必须用适当的方法 去宣讲真理 如果这样人 如果这样对人说 你若不信 是因为你 神已经注定你 没有啊 预定你 很多基督徒就这么 懂了点预定论 就这么下结论 他不信 所以他是神预定下地狱的 还没到死的时候 你就先判死刑了 到死不信 我们才知道 他是被遗弃的 明显不信的证据 他是被神遗弃的 不但是怂恿懒惰 也是鼓励人恶行 你不信是因为 上帝注定你了 那就不需要悔改了 人就不需要 为自己的不信负责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劝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相信 去劝人悔改呢 这和预定不矛盾 所以很多无知的人 学了一点预定论 就不知道该怎么传道了 哎呀 神既然预定了 我这样传道 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这样祷告 是不是跟预定 预定是神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吩咐我们要传道 要祷告 预定的教理 和吩咐我们当今的义务 预定是神做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很多 他只不告诉我预定了的事情 但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 我们要努力去做 做的时候 也不要质疑 因为有预定作为垫底 所以我们要谦卑 对不对 那如果有人将这个话 应用在将来的事上去 说那些听见真理的人 若不相信 是因为他们属于 被神遗弃的人 那么这是咒诅 而不是教会 不是教导 前面不但是怂恿 也是鼓励人行恶 你不信 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你 那他就好吧 神既然没拣选 我就不信 自得犯罪 反正我也不信 也没机会 信了 也不可能信了 这都是错误的教导 那这个将来有人不信 是因为已经被神遗弃了 这是咒诅 这不是教导 我们根本不知道 神遗弃了谁 谁拣选了谁 当这个人真的悔改 结出明显的 悔改的证据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他是谋生拣选 不然他不可能信 至于那些不信的人 最终他持续不信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没有看到 他最深的结局 我们凭什么 替上帝下结论 上帝拿着底牌 看着名单 呼召自己的百姓 是吧 他知道谁属他的 我们为什么装上帝 去 轻易的把这个结果 属于上帝的答案 底牌 我们拿出来周呢 是不是 已经跃全了 所以乱讲话 乱讲基督教的 这个所谓的预定教理呢 不是祝福人 反而是祸害人 这个不是教理本身的问题 是一些无知 学的拜拉科基的人 不恰当的 乱用预定论的结果 因此呢 奥古斯丁正当的 嘱咐那些愚蠢的教士 或者是牧师 以及发恶诏的先知 事实上 他们令 他在另一处主张 让他们离开教会 吩咐他们 因为他们对教会 没有什么益处 事实上 他们在另一处主张 神喜悦 无需责备 就使人获益 如果不需要责备 他能获益 当然好 只是只有神 施怜悯和帮助的时候 人才能够从责备中 获益出 在圣灵里责备 上帝使用人的责备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这样 而有些人却不这样呢 这不是摇土决定的 而是由摇将决定的 上帝使用这个人 有同样说了责备的话 有人得恩典 有人不得恩典 这个是最终决定的事 不是讲道的人 是上帝决定的 施恩给那个人 让这个人的责备 使那个人得益处 不施恩给那个人 他就当耳边风了 把耳心更加刚硬 所以很可怕 教会不要总宣讲祝福的话 因为祝福的话 人人都乐意听 没有人不愿意听 但是当你说警戒的话的时候 只有真百姓才听 只有蒙恩的心灵才听 当人由于责备而走向 走上或者是回到异路的时候 是谁在心中 做成这个救恩的呢 岂不是这位使其生长的神吗 浇灌的和栽种的 算不是什么 彼得亚伯罗也好保罗也好 他们尽神的本分 去宣讲福音去教导而已 真正让生长的神 责备 劝勉是我们传道人的本分 至于成不成长是神 但是听不听 是你自己的责任 你不要说 神没让我听 所以这不是我 这是乱讲预定论的人的想法 是你刚硬不提 不可存着偏见 不可存着承见 不可存着要存 除去邪癖的心 存清洁温柔的心 灵受所栽种的道 这都是对我们的教导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甩锅给神 上帝民感动我 所以我没听到 所以听不进去 那个将来神要审判你 你不要现在审判神 你现在审判神 将来神审判你 所以很吓人的是 当他决定拯救的时候 人没有自由意志 人没有自由意志来抵挡 人没有那种能力抗拒神的拯救 神要真的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最终就是投降 当然那个持续刚硬 拒绝圣灵 呼召的 人 他们是因着自己的刚硬 就有自取 但对于选民 上帝不会任凭他们 持续刚硬 一直到征服他们 有效的呼召他们 使他们被驯服 因此毫无疑问 神的旨意 不能被人的意志 抗拒和阻挠 因为他照着他所学的旨意 管理人的意志 所以这个话是让我们 有确信 有底气 传福音勇敢 不是让我们 既然神的旨意 没有人抵挡 好吧我不传了 这些刚硬的人 最终有一天 神的旨意会成就在他们身上 不是这么想 所以这个思路 乱用预定论 就会造成懒惰 懒惰不是预定论造成 是滥用预定论造成的 那我们必须要 恰当地使用这个真理 当他要带人 归向自己的时候 他是用可见的枷锁 束缚我们吗 不是 他是在人心中做工 抓住人心 感动人心 使人 借着改变人的意志 来吸引他们 圣灵内在的工作 当然外在也有传福音 是吧 我们借着传道人劝解 鼓励 劝勉 教导等等 弟兄姐妹的劝勉 传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 谁是神预定得救的人 谁不是预定预定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盼望 所有的人得救 所以不要做 现在做终极审判 他不是神拣选的 所以不给他传道 放弃了 这个不是我们做盼的 但是神让我们 神愿人人得救 不愿将一人成了 所以愿罪人回转 罪人 从他的罪终回转得胜 而不是在自己的罪终得死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就鼓励的劝 是吧 神教导我们对待罪人悔改 劝勉罪人悔改的部分 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不要去考虑谁预定了谁 谁 上帝遗弃了谁 那是神的事情 我们不要总操心神的事情 我们要操心神 对我 交给我们做的事情 神使这些责备 在他预知和预定的人身上 发生功效 所以主的羊 听主的声音 上帝使用他的仆人 去责备 去劝勉的时候 只有在那些预定 拣选的人身上 神的羊的身上 才发生功效 OK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讲 拣选的证据 有效的护照 三卷24章里面的 一节到十一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